第33体如右图的装置 若XY代表直流电源的供应器 X为负极 Y为正极 ABJ为石墨电极 静置一段时间后观察两杯水溶液 各电极以及两金属棒的变化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题目上告诉我们 X是负极 Y是正极 那么接负极的叫负极 接正极的叫做正极 所以呢我们的 B呢是正极 A是负极 那么铜这边是正极 心这边是负极 那么这边放的是一个硫酸铜 所以它看起来应该是在芯片上镀铜的反应 那么所以在铜面上发生的反应呢 是我们的铜会变成铜离子 而我们的芯片上发生的反应呢 是铜离子呢会变成铜 那么我们所以呢 选项A说甲杯水溶液的蓝色会更深呢 是错的 因为我们这里产生一个铜离子 这边就消失一个铜离子 所以它的颜色呢应该是不变的 那我们B选项说 新金属棒与B电极均产生氧气 那么我们这边的电解槽是电解的氢氧化钠 它就跟我们的电解水一样 电解水的时候呢 我们的正极呢是产生氧气 我们的负极呢是产生氢气 所以呢我们的B电极产生氧气是对的 可是新金属棒这边呢发生的反应是新铜离子呢产生氧 所以它并没有产生氧气 所以这我们选项B呢是错的 那么选项C说电子流的方向由铜金属进入导气流到A正极 那负极就是负电流出就是所谓电子流 所以流方是这样子流过来这样子流过去 所以没有错就是从我们的铜呢流到了A电极 所以选项C呢是对的 选项猪说以负水溶液的PH值会变小 我们这等于是在电解水 那么当我们的水越来越少的时候 就等于氢氧化钠的浓度越来越大 也就是越来越减 越来越减的话PH值要变大而不是变小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 因此第三三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电子流的方向由铜金属棒金导线到A电极